狐狸精身為西宮, 竟然以客犯上 斗膽和本宮爭重 本宮早已對他恨之入骨 如今你幫本宮剷除情敵 本宮謝謝你也來不及了 搖斬要殺, 識除尊便 你還有人性嗎?竟然說這種話 寡人命令你立即放人 大王, 就算我現在放人 只怕他們也會對西宮雷雷不利 行走江湖, 最重要是說規矩 只要你肯放人, 我絕對不會想他分號 是呀, 最重要是說規矩 你聽到吧, 還不馬上放人? 大王, 給我沒有? 剛才說好了, 你怎麼可以言言無信? 剛才我只是答應, 不會傷他分號 沒有說他會放人 如果我們放走了他 還用自然安然離去? 子彤, 還不想辦法救人? 大王現在知道什麼叫江湖規矩了 子彤… 尾仁…你沒事吧, 尾仁? 尾仁, 你沒事吧? 尾仁, 尾仁 會變成殘廢 我老人跟你說千萬不要傷害美人 你用自把自為打傷, 你該當何罪? 大王和西宮娘娘大可放心 剛才本宮只是打中西宮娘娘腳上的穴道 令她暫時不能走動 好令刺客無法挾持西宮娘娘離開 只要多半個時辰 讓西宮娘娘的血氣通翻 自然就可以行動自如了 說實話, 那兩名刺客為何要刺殺大王呢? 是呀, 他們怎麼會知道 大王來了職下學功的呢? 還有, 何解大王和雁大人 會打扮成學功被捕 在學功那裡出現呢? 不過大王不是記掛著東宮娘娘 所以不惜喬莊來相會嗎? 大王是記掛著一個人 不過未必是東宮娘娘, 大王, 是嗎? 稟告大王 少爺等於學功柴房之內 捉獲兩名二人 爹, 你們怎麼會在這裡? 這樣… 這樣… 救命… 盈春, 救命… 難怪那些刺客會知道 大王來了馬上學功 原來龍女繼續放 你這個白衣婆, 你不要惹我好人 你們究竟發生什麼事? 就是你娘娘, 她擔心你 怕你半夜肚餓 叫他們拿糕點給你吃 誰知可不可以撞著兩個刺客 幸好我們是機警, 你要裝被局打扮 否則被他們殺完以後也會知道 你們真的沒事找事做的 大王 郭帳和郭寇怎麼會是刺客才行? 聰寶 什麼?沒事 不是, 大王, 你還沒跟大家解釋 何解你會突然來了職下學功? 此事說來話場, 寡人心情有點混亂 待寡人整理一下之後再向大家解釋 眼益擺架回功, 擺架 回大王, 臣已經命人再三搜查 在職下學功再無發現任何可疑人物 至於所有皇室歸秀 臣也命人逐一護送 認證安全反抵家中 微臣亦以依照大王吩咐 向皇室歸秀下達風口令 對於大王遇息之事一律不得再提 豈有此理, 究竟是甚麼人 這麼膽敢刺殺寡人? 信陽君, 寡人命令你徹查此事 全力緝報兩名赤下歸案 臣遵折 若然讓寡人知道幕後主謀是誰 寡人還是… 丁木齊 臣在 陰謀刺殺寡人應該怎樣處置 回大王, 按照齊國律法 凡刺殺國軍者 他要處以奢列之刑 好, 就要處以奢列之刑 否則冷屍寡人心頭之憤 其實大王這次來的安然無恙 全憑東宮娘娘奮不顧身護駕 再施以虎欲計, 才救回西宮娘娘了 此之所謂, 人不可以茂相 大王能得此言內座 的確是齊國之福, 大王之福 東宮娘娘確實挺有內在尾 可惜她臉上的胎子實在太嚇人了 浪費了 大師仔, 你說這次究竟是甚麼人 派刺客來刺殺大王呢? 會不會是其他六國的陰謀呢? 說到這個昏君 中日只會吃喝玩樂 齊國遲早都會滅亡 找人來刺殺他, 簡直是浪費氣力 大師仔, 你不要阻礙一腳分君 又一腳分君減 其實大王也不是很壞嗎? 若他這樣也不是很壞 那天下家真是沒有壞人 不是呀, 大王為了見西宮娘娘 甘願犧牲色相, 假裝女人潛入學宮 但多情這一點也夠令人感動 大王, 若然大王可以把他這份多情 分少過大師仔來, 那就好了 你又胡說甚麼? 人家都是替你不值的 大師仔來這麼多優點 沒理由大王一點也看不到 不過話說回來, 子童原來修修賣賣 都內有乾坤 大師仔, 你的臉要什麼價格紅了? 因為我想起那兩個賤客的事情 所以都很害怕… 你們兩個男扮女裝潛入學宮 究竟有何居心? 你娘問你, 你回答吧 你夫人問你, 你回答吧 你娘問你, 你回答吧 不過你夫人… 你別再推我讓, 你說 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恐慌那個醜婦 在廚藝比賽中勝出 我們打算潛入學宮, 弄估他 讓他學不成廚藝 那盈春就可以找出勝決了 誰知道在我們剛剛潛入他的時候 就發現有兩個賤客在追殺我們 我們幸好沒事, 大命而已 不然死了就不知道什麼事了 盈春跟你們說過多少次 叫你們不要自把自圍 你們怎麼都不聽 就是了, 說到廚藝 那個醜婦哪是盈春的對手 你們兩個這麼多事 幸好這次大王沒怪罪下來 不然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不過話說回來 我和爹的喬莊是為了整個醜婦 但是大王為了見過醜婦 他也在喬莊潛入學宮 究竟大王是不是吃錯了藥呢 飛公娘, 大王家到 美人 何解知道寡人到訪就避入花園呢 美人, 寡人知道你返回宮中 馬上去西宮找你 才知道你原來來了郭丈夫 美人, 你不是還生寡人嗎 神賜怎麼生大王 不怕被大王打入冷宮嗎 大王還是回去找東宮娘娘吧 美人, 你別這樣, 寡人指天發誓 寡人潛入學宮根本就是想見美人一面 此事硬應可以作證 若然美人你是不相信的 寡人可以挖個心出去給你們看 那大王何故又會在東宮娘娘的房間呢 此事一時艱難以解釋 不過美人你要相信 在寡人心目中只有你一個 那大王發誓 以後都不會跟東宮娘娘單獨相處 那… 大王, 你變了 換轉是以前, 你一定會一口答應 但如今竟然有所猶疑 究竟那個東宮娘娘給了甚麼藥 大王認識, 認識大王整個人都變了 美人聽寡人解釋 無言話說是東宮娘娘大家同住宮中 況且他這次對寡人有救命之恩 寡人又怎能太過拒人於千里呢 大王只記得他對大王有救命之恩 但就忘記了他差點害死神妾 東宮娘娘就解釋過了 他當時只不過用苦肉計 好等次下相信就算傷害美人 亦無補於事, 可以放過美人嘛 他就說得輕鬆 萬一當時此下真的出手殺我的話 那怎麼辦 寡人相信到時候東宮娘娘 自然會出手相救 萬一他不出手呢 不會吧?寡人相信一個東宮娘娘 絕對不是這種人 神妾不明白 大王從何時開始 如此相信東宮娘娘 事實上是這樣嘛 就像之前那樣 美人被田寬無憾殺人 全靠東宮娘娘出手相救 美人才可以沉冤得雪 既然大王覺得東宮娘娘這麼好的話 何解還要來找神妾 好… 寡人答應美人 今後如非必要 絕對不會跟東宮娘娘單獨見面 那美人你滿意呢? 大王說得出, 做得到最好 在寡人心目中, 美人是最重要的 美人若然不相信寡人可以指天發誓 寡人若然有半句假話就天打雷射 這些誓怎麼可以亂發的呢? 只要美人你相信寡人不再生氣 再度的誓寡人也會發的 慾望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想看多些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小鐘 subscribe